作為總裁 我決定是在我們最重要的國家的意義 再送到美國的30,000軍隊 2009年6月 美軍和北約進入阿富汗攻擊塔利班 打批美軍踏上陌生的土地 一望無盡的只有岩石、荒漠 八名海軍陸戰隊隊員 駐守在遙遠的防禦攻勢 岩石觀測戰 訓練精良的士兵萬萬想不到 在戰場上會面對從未料想過的敵人 我在那裡坐著 突然突然看到我身體的感情 把我的整體發覺很冷 我聽到血流流流流 寂靜的夜晚被淒厲的叫聲給劃破 難道遭到敵人偷襲嗎 隊員第一時間拿著槍準備反擊 我以为那是一个人被抓住钞 但我看过来 有什么可以看得到 我看到一个在外面的钞 我们马上跑了 把手机刚出现到前面 里面的钞钞 就显然了一张照片 我以为有人会 拿到我们或者 不论是用热感应护目镜 还是用热光学望远镜 眼前却看不到任何人影 难道是大家眼花了吗 但是气烈的叫声清楚可变 诡异的状况无法找到解释 部队只能用精神紧张 太累安抚情绪 只是恐怖的状况一见接一见 第一个人的目标远最后是一个载民的 一个人里面的载人 就像这个人一样 我没有通过方向前彩刻的 尤其是我的温暖眼睛 沒有人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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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我突然間錯誤 唯一的人影小事無蹤 副隊長琳娜這時突然感覺到 不明人影和詭異的聲響 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頻繁 我可以聽到我的腳踏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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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的工作 突然我聽到一種走過 我的身體告訴我 有什麼東西發出了 我的皮疙瘩 我完全沒看到 我的眼睛在罵我 因為我的身體在說 沒有 我有什麼東西 隊員奧斯汀意識到不尋常的狀況 但舉目所見卻是什麼都沒有 另一名隊員亞當也無法信任 太多次的超自然声音 让每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精神受到打击 队员都经历了无法解释的现象 但最恐惧的状况 在即将离开钢绍的最后一天突然发生 全部队员惊醒立刻拿起枪支准备迎敌 一时之间四周强神大作 感觉刚哨的四周出现着敌人 用着机关枪密集扫射 这时又来一波新的攻击 现在我听到 是在玩的RPG 我认为这就是 我认为我已经下跌了 每个人都经历自己是不是要战死杀场 大家都听到机关枪的声音 但是怎么样都找不到敌人攻击的方向 正当大家陷入无限恐惧时 枪声突然消失 一切归于瓶颈 更离奇的是 其中一名队员在回到基地之后 竟然莫名遭到榴弹击中身亡 队长以及三名士兵 也在后续的巡逻任务中招到炸死 而八名驻守官兵 只有四人生还 后来他们才知道 这个观测战在1979年 俄军第一次入侵阿富汗时 曾经有过一场激烈招战 当时驻守的俄罗斯部队 和突袭的阿富汗圣战士都死伤惨重 阵亡的官兵遗体就体掩埋 直到这一次美军重回这个据点 挖出不少遗骸 当时却不以为意甚至打着遗骸嬉闹 是不是因此找到诅咒 无重证实 唯一能确定的是 炎石观测战不可思议的遭遇 将是官兵心中难以抹去的诡异经历